大家好,我叫王瑶,我是一个独立的ZK研究员 最近在郭老师这里跟郭老师学习STARK 然后我今天讲的是,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可视化啊 这个就是叫可视,关于无穷原点 图圆圈上无穷原点的可视化 这个我今天带领大家怎么算出一个无穷原点 然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无穷原点 20分钟 20分钟,就是我们不讲很复杂的东西啊 我们就是,就是我们的题目是 就就就就,以前叫look 我觉得刚才那个visualization很好 我就叫可视化,就是无穷原点 可视化 OK,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 就是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些准备的定义 就是一个k是一个field 那么这个,我们这里的field呢 有一些要求啊 就是,就对我们对field没有要求 但是我们其实还准备了另一个field 叫kbar 就是它的algebraic closure 啊,这个有人有意见是吧 那改 这个,这个书,这个有些书上小写的书上大写 这个,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区分啊 这个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我们注意到一个方程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要给这个方程求解啊 我们现在稍微,但反正要出现这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方程 这个方程有没有解呢 我们说在2中是没有解的 那个5解 我们在c上是有解的 我们的解是 是吧 所以说,那么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field上 我们对这个方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这个方程的解的集合 会跟随着我们的field的变化而不一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在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椭圆曲线的话题 我们先预测一下之后 我们会关心什么问题呢 用的椭圆曲线是在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这时候我们的field是FQ 我们Q 这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场景 就是说我们的field是FQ 然后我们的Q呢 是FP的N次方 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FQ的情况下 即使我们的方程是一样的 我们的椭圆曲线上的点 都会随着这个field的不同而不同 这是,这是奇怪哈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跟你们讲到 关于椭圆曲线或者可视化的东西啊 我们只是做一些这个背景方面的参数 好,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去掉定义的话 我们首先来看这么一个方程 OK 那么这个方程是什么呢 这个方程很简单 它是我们除夕的圆方程 对,这是一个圆的方程 你别管它多大 反正就是个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就是这个方程 对你的理解是很简单 但我现在告诉你 圆上也是有无穷原点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 有一个通用的方法 去怎么去看到一个完整的圆 当然这个不是你 我们离机场离岩这个圆了 我们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在圆上构建一个群 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代数操作的话 我们可能会撞到无穷原点 那么我对这个方式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的先 我们先把无穷原点找到 然后我们再开始处理 这样会好一些 好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个东西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方程做一点改造 这个改造叫其次化 那我们的方程就从这个变成了这个 一般来说我们会在其次方程的时候 我们会把习惯性的把这个变量写成大型 那么其次方程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任意时候 零将是一个解 但这里我们将宣布 我们不关心零这样的解 我们认为这个解没有意思 Z 另外 我们宣布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关心的解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 是一个解 那么 如果有 如果有这个关系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lambda 能让xlambda乘以x1 乘以y1 乘以z1 lambdaz1 等于x2 y2 z2 那么我们会认为 把这两个解 是同一个解 就是说我们不关心解的 如果我们把解看成一个vector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种构建的方式下 我们不关心解的长度 我们将 我们将 我们只关心 这解的三个数之间的一个相对的比例 好 那我们现在要求解了 如果我们 在普通的情况下求解 我们现在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说 一个简单的方式是 我们有两个case 我们为什么说是两个case呢 因为在我们这种解法下 在我们这种理解下 z不管等于多少 我们如果给它配上 这个lambda乘以z和lambda lambda就是我们给z 如果它不是1 或者你把它任何一个数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 把z乘上lambda 那么我们只要给x和y都乘上lambda 这将是在我们这个解的系统下的 一个同样的解 所以我们就认为 z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z等于1 或者话说z不等于0 那种情况是z等于0 z等于1的情况下呢 我们得到了方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的语言的解 我们回到了我们日常的解 但是 我们通过其次化 和这个z 在讨论z等于1的情况 我们得到一个硬的方程 这个方程就是我们不熟悉的那部分 OK 在z等于0的情况下 我们从这里 到了这里 再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z等于0 这个限定条件下 我们的方程 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注意看 我们得到解 这个解就是 1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个任何一个数 或者说 λ 然后 然后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可实化的意义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方程 这个是我们的其次方程 做一个图的话 我们这个方程会是这样的 对吧 对吧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无穷的圆锥 那么如果我们取 z等于1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 截这个圆锥 这时候我们在这里 截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截出一个圆 这个不能带这个 就是我们截出的是这个圈 就是这个z等于1的形象 我们截出这个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普通的圆 所以看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方程 是x方平和y方等于1 对吧 这是我们普通的圆 那么我们 这两个点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现在取了z等于0 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无穷原点 为什么叫无穷原点呢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 是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 在z等于1这个体系下 你习惯看到的圆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说 如果我们把圆的方程其次化 然后我们把 在z等于0的这个世界 也去求解呢 我们就得到了两个 你平常不存在的 那两个额外的点 所以 如果你把你的方程其次化 注意我们的无穷原点 就是这样定义的 在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方程其次化之后 在某个东西 这个也不是 就某变量吧 就 我们后面会看到 我们在求求原曲线的无穷原点 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把y设为0的 就是说 在我们其次化之后 你得到这个额外的部分 在z等于0 因为在z等于1的世界里 你无论如何都是求不出来 z等于0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因为你这里 你的z是不等于0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圆上的额外的脸 我们现在的圆是这个方程的解极 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整体上 就是z等于1的这个圈 加上我们的两个点 很不幸的这两个点画不出来 这两点为什么画不出来 他们不仅在无数远处 他们还在虚轴上 所以看我们这两个虚轴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东西如果要可视化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 这个玩意儿 c的 关于辅数的一个三维空间 这玩意儿没人画得出来 这是关于实数的话 这是六维的空间 但是我们就要 就是我们这是想的是一种方法论 就是我们如何发现方程 就是这种方程下的无数远的点 然后我们现在就处理一下椭圆曲线 没有问题 我们就往椭圆曲线走 马上15分钟了 OK 图圆曲线 没事我这个应该五分钟就能搞 因为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我就会快一点 因为 好 我现在来找一个图圆曲线算一下 就是这个 OK 这是一个椭圆曲线 OK 那么 我们讲这是我们日常的椭圆曲线 就这样它在 好 这是我们在一两个人层的一个图圆曲线 然后我们现在再找一找 这个图圆现在的无数远点在什么地方 好吧 我们先其次化 其次化怎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三次的方程 最高项是三次 所以我们补的时候 就是对于二次项 我们就补一个z 对于三次项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对于零次项 我们就补三次 总之 我们就得到一个 这个其次的方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z1等于1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日常那个图圆曲线 那么z1等于0的情况 还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就是 OK 因为z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0 这个也是0 我们只剩下了x 整个方程就退化到了 也就是x等于0 所以在x等于0的时候呢 z等于0 就是y就等于λ 因为我们这两个数是0 所以我们的y 可以取任意的点 根据我们的前面的规则 我们y可以取任意的点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这个图圆曲线的无程远点 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point infinity 这个玩意也 也画不出来 当然我们的重点不是用画出来 而是说是用这种方法 找到 就是 这样的一个额外的解 就是我们 当然你注意看啊 如果我们用我们原来这个方程 这个点是不成立的 但是我们 我们说当我们理论上处理图圆曲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方程 当然就是 就是我这里啊 只是做一个可视化 就是说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去算一下 我跟你讲了很多 承诺了很多东西 反正你信 现在的状况就是你爱信不信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代数集合 我们可以用非常这个东西 非常强力的数学工具去 非常正规的去处理它 然后呢 这个我以前就是研究这个 现在呢我们做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大家出来讲呢 一个方便是这个东西是图圆曲线 另一个方便 有个新东西叫Circles Dark 里面也用到了刚才那个 X方加Y方东西 Z方那个方程 是构建新的FFT 所以郭老师认为说 未来我们可能会 需要系统性的学习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要追上最新的VK的那些东西的话 所以这个 我就觉得 有必要让大家了解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门学问 就是研究这个方程和 曲线的关系的 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跟我接着了解 我们这个 这个东西就讲到这里 好 牛逼 好 那目的就是我们要处理无重原点 因为椭圆曲线乘法的时候 就会自然遇到无重原点 那当然就是有人告诉你 它是无重原点 就是你会觉得很突兀 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你会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方程点 这就不在曲线上 但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你才能找到 就当我们把团曲线做一个群 去做群称法的时候 我们群称法一定会撞到这个点上来 所以什么 世界的真实就是 这个才是我们的方程 你用这个东西去糾解 说到说到解 你才得到一个完整的团曲线 那为什么后面就要加Z三次 我看我一个版本就前面只带个Z 后面不用加这个三次 我们的方程是17 我需要三次去给它补齐 我整个这个次都得是三次 如果那边是0就不用加了 对 我这个就是 这是怎么说了吗 三次我就什么都不做 两次我就补一个Z 这个Z就是一个符号变量 用来变成其次的 这个叫其次化 就是你差多少补多少 如果它补完了这个时期 其实没有Z 它就是错的 就是它这个方程 其次方程 一定所有的term的degree都是一样的 我问问题 直线有多说明点吗 好像没有 直线 对 因为我试着用直线去画了一下 好像不行 直线 我试一下吧 那不是有这个点吗 那不是有这个点吗 对 它的解号跟上面那个解释 最终的电话也有点不一样 这个就是x等于 我来解释试一下 我来解释试一下 它的解是什么 它的解是x 就是x1-x 这是它的解 然后如果我们说x等于0的话 那就是x-x 就是1-1 对1-1 然后 那个也是 可是这两个不在一个 不是一个东西 OK OK 好 你看这个是10 不一样 不一样 它不一样 对 对 这不是一个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是能画出来的 这个是不能画出来 你能画出来 你用3V通讯是可以画出来 它在0点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 所谓无穷远点 就是在z等于0的情况下 就是你额外的 跟你原来的那个-其次方程中 解的额外的部分 就叫无穷远点 OK 哦 一个10 一个1-1 对吧 对 不是有十数据画不到 是z等于1 不是有十数据画不到 是z等于1 这个面画不到 所以我们奇次画 这个东西是可以再回去的 你用z等于1 你把z升成0之后 你其实就回不去了 就是说我们通过奇次画 我们实际上是增加了点的 对 因为那个 对 你z等于0的话 你就回不到我们原来这个方程了 对吧 z等于0的话 跟我们方程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 就是我们不做严格的处理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实践上团圈 乘法会发现 我们需要这个点来把这个群给补全 其实你说为什么 我们如何严格的处理这些东西 你需要很大一堆定义 就是你需要这张 这这这这这 这这么这纸上的所有东西 才能 才能非常严格的去argue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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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一个一个东西吧 我现在只是 就有结论 他的个数 中原点的个数 或是有性欲的时候 相关的结论 我记得没错的 团圆曲线就是一个点 一个五成的点 对 这跟你的曲线的方程有关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关于就是不同的方程 就是这里 这里为什么Y是1 这里Y是等于那么大 然后 因为我们说 在这个摄影几何下 这个东西其实叫摄影几何学 在摄影几何学中 我们关心的是比例 就是说如果这两个点 我们有这个关系的话 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一个点 所以 在Y是等于0的情况下 Y是多少不重要 这就是一个点 摄影的空间 我作为新学者 初学者 就是有几个 就是出一种关心的问题 就是 就右边为什么要起色化 因为起色化 就能就能在摄影空间里 表现 我们现在这个物理世界的 仿射空间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要进到 这个仿射空间 因为进到仿射空间 很多计算 就会变得非常专致 比如说在这个仿射空间 就我们现在物理世界里面 就会比如说 线是平行和不平行 所以你数学上处理的时候 你就这就遇到了E3L 你就E3L 然后呢 它还有别的不坚决的性质 但是当这些性质 一旦到了摄影空间 摄影空间 摄影空间所有线都相交 我们就没有平线这种鬼东西 就好像到来一种更完美的 更简单的境界 但它更完整 就是我们 你例如说摄影空间 你会看到 摄影空间的图圆圈 才是完整的东西 才有一个完整的群 不然你如果在仿射空间定义的话 你的群的无重原点就跑出去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圆的无重原点那边 是Lambda和负的I 这是两个点 所以圆有两个无重原点 这非零啊 这必须是非零的呀 摄影空间 刚才我们早就说了 零点是一个平凡的解 对于任何其次方程 全零都是解 所以我们摄影空间里 没有这个点 OK 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点 摄影空间里面 原点是光源 就是你从原点外看 抠掉了那个点 抠掉那个点 对 因为对于任何其次方程 你随便写什么 全零都是一个解 所以其实要算无重原点 我算完那个之后 就是用在那个解之后 然后其实就是 就是如果按实数 我应该在负数预上算出来 你永远都应该在负数预上 调理这些问题 然后再抠掉00 就是OK了 对 也不是负数吧 你永远就去跟在这个地方 代数 代数B 对 对于 对于 对于实数预而言 你就是 对于非有限预而言 代数B就是C 对于有限预而言 我们有一个tower 所以有点那个太复杂了 我们就 你就不停地做预扩张 直到你解完了所有的东西为止 然后这边呢 它的解 环曲线上 它只有一个点吗 它不会有 它就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点 没有没有 我记得书上的结论是 主要曲线只有一个无曲线点 就是 什么样的曲线 有多少个无曲线点 这个东西我们要查书的 这个很复杂的 连这个是不在负数预 什么东西不在负数预 什么东西不在负数预 它是在负数预 我们这里并没有假设负数预 我们并没有假设负数预 我们在 我们这个无曲线点不在负数预 我们在FP上 就是一个普通的点 FP是负数预 FP不是负数 FP是有限预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学习 这个有限预 就是预的代数的知识 还是需要 就是你需要严格的讨论这些东西 而不是光光的使用 就是我们是怎么处理 我们的这些预是怎么来的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需要一些知识的 好吧 今天就要下来 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下来讨论